那接下来请各位准备一下你的手机或平板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如果需要互动的时候 要怎么互动 我先开一个新的档案 那如果我们是在远距的情况 或者你要在课堂上收学生的作业 那其实这边就提供了很好 很简单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这个是分享档案 那这个是投票小考 那个随堂测验 这个是投票小考 那我们用的最多其实是前面两样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要收学生的作品 或者收学生的作业 那最简单的就是你他的纸本的习作 或者你叫他去做一些踏查 那要收照片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功能 所以你把这个功能点开 他会直接在你的硬碟上面开资料夹 或者是在你的云端硬碟上面开资料夹 那这个怎么用 比如说 我就不提 我就直接不提 我请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呢学生他是在纸上面 在家里他是在作业上面 或者白纸上面 或者习作物上面写的 那他写完的结果 你就请他拍照上传 好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QR Code打开 来 请各位老师 不要吝啬你的手机拿出来 扫一下这个QR Code 我们在现场直接跟各位互动 好 麻烦老师把你的手机平板拿出来 然后请你扫这个QR Code进到我的桌面 进到我的桌面 然后你进来的时候啊 他会 你扫这个QR Code之后 他会要求你输入姓名嘛 那请你输入一个名字之后进来 那你的手机上面会出现这几个选项 这几个选项 那请你就照一张照片 假设那个是你的习作啦 你就照一张照片 然后用这一个档案分享传上来 用手机就可以了 手机跟平板都可以 扫描之后 他会要求你输入姓名 那你就先给一个名字 然后进来之后呢 请你直接按那个分享档案 那一支小飞机 然后你可以直接用拍照 或者是用那个 然后你就可以传送给老师 好 那你们就会听到那个老师这边 我这边就会有那个声音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学生已经把作业传给你的 那所以你只要在百宝箱这个飞机 分享档案这里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同学 同学传给你的照片 所以当你远距要收资料的时候 这个最方便 那你要怎么看他们的内容呢 直接拉出来 你把这个他传给你的照片直接拉出来 然后电脑就会开始把他传出 传给你 有没有 这就是你们教的作业 你就可以在 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 跟同学就可以直接讨论 哇 老师在哪里 我这个风景那么漂亮 点点点点 就可以跟他们做一些讨论 所以这个是搜档案最简单的方法 搜档案最简单的方法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的网路很快的话 这里就会很快 所以你就可以事先不提 或者现场手写题目也可以 都可以 然后把你的课堂的QR Code打开给学生扫 扫描进来之后 他就可以传档案给你 所以不管是他手写的席作 或是你现场踏查 叫他去拍什么东西 请你去拍一个 家里是三角形的 去认识三角形 然后把作业传给你 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很简单的达到效果 好 那各位刚刚练习的是 传到我的课堂 因为你少了我的QR Code 所以你传的课堂 这些照片你是传给我 传给我 那么现在请老师们 请老师 开你自己的QR Code 开你自己的哦 开你自己的QR Code 然后用自己的手机 扫你自己的QR Code 然后把档案传给你 然后看看你可不可以在百宝箱的档案分享这边 去看到你传的档案 请你自己做练习 好 那那个朱主任你的上传很慢 就表示你们家那里的网路不好 学校的网路太慢 学校的网路 所以这个跟网路有关系 跟网路有关系 好 请各位自己开自己的课堂 然后自己扫自己的QR Code 然后试试看 看档案能不能传给自己 好 这个方式可以很方便的去收集远端的照片 收集远端的照片 所以你就可以现场出题目 现场考 然后你上传的那个资料夹呢 会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那如果你事先有开通那个云端硬碟 有跟这里挂钩的话 它就会直接存在云端 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收集档案很简单的方法 好 那所以学生其实他你也可以直接照他的纸本作业 好 用习作直接搜 直接用照片的方式收上来 那这些档案都会在你的云端 好 所以东西都会再不会掉 所以这是一个蛮方便的方式 那如果你不要用QR Code 你就是给那个 我们讲过这一个网址可以直接连接给学生 好 你就会在你的Classroom里面 或者在你的Meet里面 你去贴这个网址 好 把这个网址贴给学生 好 不过你这个是不会变的 这个网址是终身不会变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事先准备好 好 事先准备好 像我自己网管我就会设定在我的网页 班级网页上面 或者班级的LINE上面 好 可以事先给他 好 那这个功能很方便 尤其现在远距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刚刚那个如果自己不做教材 也没有关系 至少你会这个方式可以 帮你很简单的收现场的作业 好 云东挂钩我等一下会讲 我讲完那个投票小考 我再来讲云东挂钩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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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